来到国会又再爆发了推挤冲突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在今天再度审查 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李静勇的人事案 有鉴于上回审查时被国民党挡在门外 李静勇这回早上六点就到场卡位 民进党团也出动了护卫部队 绿委吴秉锐还爬窗户进到了会议室 但是在开会前国民党团强力杯葛 不只发生了激烈推挤 还演变成了泼水大战场面失控 最后郊伟张鸿路在一阵混乱之中 以人数优势强行表决 李静勇的人事案审查通过送出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上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整个爬到官员桌上 不要见识人生自由啦 国民党立委请什么阻挡人家 阻挡人家出路啊 另一边蓝绿两党立委将中选会主委 李静勇团团团围住突然间 一桃水柱直接往林静勇身上坡 现场瞬间陷入混乱 为了审查中选会主委任事案 立委们和林静勇一早六七点 就到场卡位 推极过程中还有议事人员 当场被吓到哭了出来 媒体党立委吴秉锐 更直接爬窗户进会议事 面对国民党强力杯葛 媒体党团照样强度关山 上位了上位了 一阵混乱中短短三秒钟 就通过李静勇的人事案 送出委员会 让国民党团气炸了 高喊会议无效 三秒有共回去 三秒有共回去 因为政党色彩浓厚 不断被国民党追杀的李静勇 趁乱逃出会议室 将转移阵地 倒立委办公式避难 离一月一十一号的选举 这剩下八个多月了 中选会有很多事情 必须要去改进 必须要去做的 再拖老实说 将来也会出大问题 李静勇人事案出委员会后 未来还有二毒三毒 届时国民党团的杯葛力道 想必只有更加激烈 记者李静勇人事案的卫生 回报